大家好 我是桑普 歡迎收看這個節目 大家知道港版國安法是這個禮拜 我們相當關注的一個問題 我在不同的平台上已經講過這個題目了 簡單來說 港版國安法是包含了 起碼三個很重要的滅港的元素 一個是國安法律 一個是國安的機關會設在香港 另一個就是國安的教育會全面鋪開 甚至有第四個元素就是國安的法庭 分分鐘要在香港設立 現在這個就是戰在原上 甚至是港州殺傷外國籍法官 只是准中國籍的法官審理國安案件 很可怕 國安法律為什麼可怕 很簡單 四個基本的所謂的罪名 全部都是抽象任意被共產黨解釋的 這些東西 《基本法》23條 人家說7個罪名 今天的港版國安法 現在中國共產黨 就是港區國安法 基本上 這四個罪名是包括了這7個罪名有多的 這四個罪名包括了什麼呢 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所謂的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等 等 它的等字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這就是三個 還有第四個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所謂的外國和境外的勢力 所謂的勢力是什麼呢 不知道 境外的勢力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等的行為 活動 這些問題就相當嚴重了 它的做法不單止是制止和懲治 還有什麼呢 防範 換言之 今天我如果在家裡出來要錄影這個節目 說這些說話 批評共產黨 批評要結束一黨專政 說一次 兩次 三次 我在家裡都可以被人抓的 因為它要防範 另外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什麼叫顛覆國家政權 我們看一看 顛覆國家政權 是比《基本法》23條由特區應自行立法的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字眼 還要寬泛 人家問 究竟什麼叫顛覆國家政權 問陳宏毅 《基本法》委員會的重要成員 他說 特區政府 你只要講 林鄭下台 不好意思 賴特 為什麼 你是在顛覆國家政權裡面的 其中一個地方政權 視為國家政權的一部份 所以你要顛覆林鄭這個人 等於顛覆國家政權 那好 得人害怕了 林鄭下台不能說 結束一黨專政不能說 什麼都不能說 什麼不能說 有人說天滅中共 是不是不能說呢 可能以後都不能說 為什麼呢 你說天滅 就是呼籲天 煽動天 來滅中共 是不是都不能說呢 有一天就說 光復香港都不能說 你即使不說時代革命都不能說 為什麼呢 你光復的是什麼 光復就是說煽動顛覆國家 香港這個政權也能抓到 所以我告訴你 罪名已經寫在這個地方裡 簡單來說 莫須有就可以抓你 這種情況就相當1949年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解放軍 紅軍 解放解放的引號 解放整個大陸一樣 當年49年 解放上海 解放廣州的時候 很多資本家 藍途下來香港被難 所以有香港的工業發展 和後來的繁榮 但你不要忘記 是有血有淚 今天 香港的移民潮已經是暴增 經歷過這次《港版國安法》 只會更加暴增 這次《港版國安法》 是完全用了《基本法》第18條 放進去《基本法》第的附件三 用特區政府本地公佈的方式 立即施行 不需要本地立法 換言之 《基本法》第23條 都暫時不用立署了 不過 這個《港版國安法》的人大決定 講得很清楚 《5.28》決定講得很清楚 特區政府仍然需要立法 甚至說要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還要推廣兩個字刪除了 是一定要實施國家安全教育 不是實施國家安全推廣教育 不是推廣國家安全 是要國家安全教育 這種在在都看得很嚴重 甚至連一個人要參加支聯會的六四萬會 那你說 顛覆國家政權的 就上台那個李卓人 蔡耀昌 誰都好 你說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不好意思 加了活動兩個字 換言之間你去參加的話 他在參與你的活動 有人就問 不是吧 活動都不是 共產黨的話 不包括的 你參與一下 突然之間說結束一檔專政的 不算 意思就是說 如果一開始 旗子聲明這個活動 說結束一檔專政 你去參加 你就是拉特 但是如果這個沒有說 突然之間在台上說這句話的話 就不能拉特 那就是我告訴你 什麼就是拉特 以後康復香港 拉特 五大訴求 拉特 時代革命更加拉到無倫 接著就是講這個結束一檔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更加拉特 所以我告訴大家 即使香港以無言論自由 香港以無集會結社自由 香港以無出版新聞自由 因為這個港版國安法 一旦立了之後就完結 什麼時候立 人大常委會現在被授權去立 其實人大常委會不會橡皮屠章 他不會去審議這個法律 人大有個法工委專門起草這個文件 哪個拍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拍板的 大家都知道七常委拍板這件事 很明顯的 他們已經有了福稿 只是等時機去爆發 問題就來了 很多人就說 喂 香港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因為我們做這麼多的示威 搞成這樣 整個大局是怎麼看的 告訴大家 是不是中美兩國的大的角力 在自由陣營和專制陣營的正面對決 為什麼選擇香港 我可以在一個地方講一聲給大家知道 原因是什麼 你說習近平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他明知道會得到全世界的制裁 全世界的一種所謂的反制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了 川普都說 Displeased 他很不開心 在我們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還未公佈他的措施 我在早兩天已經講給大家知道 是三選一或二 我再講多次了 美國政府今晚 就是他們的時間 美東時間禮拜五 是會由川普告訴大家 他制裁中國的措施是什麼 他會如何對付香港的有關香港問題的中國 一 制裁所有參與立法的中國和香港官員和企業 這些情況制裁相當嚴重 第二 就是分分鐘一旦它是繼續立法 可能會責定一個時機 就是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年 一年之內如果都是繼續犯的 就是永久撤銷香港的關稅區地位 另外有很多盛傳的包括了什麼呢 譬如要取消港美之間的引渡協議 譬如說香港的貨 會不會視為中國貨一樣 去美國加徵關稅 又譬如說其他一些所謂的涉及到外幣外匯 兌換的一些兌換的設施 這個東西的話每一個方案都是在研究當中 但是剛剛講的三點就是剛剛講的兩三點 是最重要的兩三點 那看一看 川普最後經過這麼多幕僚 有這麼多的方案之後他怎麼拍板 這個是他一個人的決定 但肯定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美國全面對抗中國 那習近平難道不知嗎 七常委難道不知嗎 共產黨難道不知嗎 完全知 這些完全是估計範圍之內 共產黨仍然要立法 他都估計到美國會這樣反制 也都會推動這個立法 勝存制 先是八月會立 現在講的六月可能會立 就是下一個月三十日的時間 之後就是全面 慢慢一起暗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我告訴大家大家知道為什麼 中國共產黨 它是承受了內憂外患 你看一看 經濟大幅下降 不要講疫情 疫情之前受了老齡化 成本增加 美國有貿易戰 它已經整個經濟已經是不振 失業爆升 經過這個疫情 更加很多的全面的產業鏈 供應鏈大幅斷裂 不斷裂的沒有外銷 根本上整個經濟是窩可的 你看東三省那些情況 全部都是那些中老年人 社保根本沒有辦法支應 而中國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結果 只會使得中國榜上加根 在這個情況之下 權鬥也都加劇 黨內有權鬥 很多人看著習近平這樣的情況 捧他上去火堆裏面 中下層那些人 紛紛分容 以為民族主義就是一切 中國很強 美國很弱 但是在高層那班 個個都是習近平講到一 他就講到十 推他去死 那為什麼習近平在這個情況之下 明知道這樣的情況 都要立法呢 原因就是什麼呢 你記住一個獨裁政權 要解決他的危機 不外乎一個方法 就是對外 什麼叫對外呢 當年毛澤東1949年 這個奪得的政權之後 他第一場戰爭是什麼戰爭 就是韓戰 先不要講古靈球那些 韓戰 韓戰是什麼意思呢 換言之就是說史太林要他打 他就考慮了一陣要打 不是說福英史太林那麼簡單 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要立威 他要告訴大家 往外奪得勝利 這個是一個威 而只有這種權威 他才可以涉及到整個黨 整個中國當時初次成立的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去穩定 而是想他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是邪惡的情況 但是他做到這個效果 今天習近平 在賭一波 他知道 美國中國之間的新冷戰 已經毫無懸念 他逆主不了 他改變不了 社會的問題重生 他只有一個方法 對外 對外是什麼呢 香港就是他的愛 他要在中美新冷戰 打響勝利的第一戰 這個就是他真正的目的 換言之就是說 他覺得打台灣 打不過 打南海 驅逐美國軍艦 打不過 他跟印度的邊境挑釁 打不過 那怎樣可以地方有把握 而他會贏的呢 就是香港 為什麼選擇香港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解放軍在這個地方 國保在這個地方 國安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覺得一定會贏 這個就是他的盆算 於是他想在大家面前 去將香港這個自由的聲火 將他毀滅 所謂解放香港 全面赤花 沒有言論自由 毫無懸念 什麼所謂夏寶龍說 夏寶龍就是一個 港澳版的主任 就說沒有照跑馬照跳 但是就說 說到明白了 就是 美國 你以為我會怕嗎 他說 有本事 放馬過來 說這些 目的是什麼呢 我香港你的地方 我們吃給你看 吃了 我立威 民族主義推谷之下 他說他的政權可以賺一段時間 政敵 不會那麼容易進犯他 民間就算臥著肚皮 他都覺得 習近平領導中國做的一件事 對外 這種這樣的圈囂 這種這樣的謊言 正是他正在催谷的事 所以 這個就是說 他一定會一條黑路走到底的原因 所謂開工沒有回頭戰 什麼都可以變 但是他這個心法不變 那唯有 怎樣能夠克制到這件事呢 剛剛我講講 特朗普說出那些東西 夠嗎 我這樣就知道不夠 特朗普說這些情況 譬如加關稅 譬如懲罰官員 他不在乎 香港死七百萬人 他都不在乎 在共產黨的眼中 只是一個數字 人命在眼中 只是一個數字 他在乎的是什麼呢 他在乎就是 很簡單 他的權力 大家千萬不要再有一個錯誤的認識 就認為中國很在乎香港 不會想香港死的 以為香港是一個洗錢中心 金融中心 他不會那些金雞蛋都會拿走的 不好意思 你太不了解共產黨了 共產黨在乎從來不是錢 那幫左派的經濟決定論 馬克思主義由始終都是錯的 什麼是經濟決定論 這個荒謬 你經濟可以決定到一切 荒謬絕論 這個就是馬克思由始終最荒謬的一點 記住共產黨不在乎錢 如果他在乎錢的話 1949年為什麼要打擊所有資本家呢 他說吃了錢 民窮財進的民家 搞到民窮財進的 六四搞到民窮財進的 為什麼他都會這樣做呢 他在乎的是什麼 權威權力 你怎麼可以使他權威權力受損呢 不是懲罰他的官員 不是罰他關稅 我講給大家知道 我都講過了 講多次給大家知道 美國 促使台灣宣佈獨立 然後宣佈承認台灣國家地位 一巴掛下去 共產黨全面陷於被動 你去打仗 難打仗 打敗仗 就會爆發中國的新時代的甲午戰爭 不打仗 習近平會被很多人弄死 弄下台 一堆人 他說你為什麼不打仗 你是不是賣國 你為什麼不修復台灣 為什麼不懲罰這些漢奸賣國賊 就將他弄下台 所以我講給大家知道 現在的情況是去到這樣 我們很希望大家明辨這個 所謂的真相 之後 促使到美國會施以更大的力量 去打擊中國 攬炒一次是不夠的 是要拔完再翻兜再炒 這件事 中國才會逐步逐步 中共政權會逐步逐步邁向這個崩潰 我希望大家能夠精神團結做好這一點 我希望大家就是不少 但是我們要看 裡面被人小 아닙靜 那已經好了 我們要看